三逆门乡首发崇洋进老金 第一站选在三逆村集会所发放 凡涉及三逆门乡满一年以上 现人在即且实际居住 年龄在65岁至79岁的长辈 每人1000元 80岁以上的长辈每人2000元 公所借进老金的发放 表达对长者的关怀 发放这个礼金除了是给他们生活上的一些 可以买一些日用品补贴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敬重我们部落的长辈 特别是我们原乡的老人家越来越凋零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更健康 趁着这个节日也祝福他们 三逆门乡公所去年底特别订定 重阳进老礼金自治条例送代表会三诺通过 今年全乡预计将有970位长辈受贿 总计发放金额约119万元 首次领到公所发放的重阳礼金 长辈们都好开心 因为政务不住嘛 没有钱的时候盖铃就给我们 我们就心情一家快乐 很高兴拿到这个礼物啊 家里要用的啊 那我们持续的每年都会发放这个 进老礼金 来让我们的福利措施 对这些老人有一些受贿 三地门乡长陈梦勒赛表示 未来每年都会编列预算 发放重阳进老礼金 以表达地长者的敬意 从今年起陆续于各村集会所发放 令针对94以上长者 公所人员将道府发送 若长辈因故无法至集会所现场领取 可于109年10月31日前 至公所社会客领取 以确保自己的权益 频道新闻 张荣一刘建荣采访报道 不灭于主界伍 中最大的 谢谢大家